有一个人要买灯 他问我 他说他从那个多伦多那边刚搬过来 然后家呢 住在温西 到我家来太远了 然后我说如果你要在温西住的话 我说我 过个十几天吧 我说我会上那边去 我说我可以把它给你带过去 我说不过呢 就是那你就要提前付钱 要不然的话我到时候当我出售了吗 那个人说那没问题 没问题 然后我说你放心 我说我肯定会给你那个送过去的 他说我不担心 没事我不担心 六个铜灯 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陶瓷的底座 然后上面杆是铜的 然后呢他喜欢那个 我说那个呢 就是这个开关坏了 我说我把那个送给你 然后你呢要想换那个灯罩啊 或者你想摆在那 只当一个摆件也可以 然后他说行行挺高兴的 我一共是三十八 你看我还有零有整的啊 就是 虽然很便宜啊 还有零有整的 说明我还是想要多卖一点 然后又不好意思报到整数 然后弄了个八 我也不知道是啥呀 八块钱 我说你还多付了两家币呢 他说没事没事 然后你看这个人就很爽快 然后我就昨天刚刚给他送过去 然后那个人很善解人意 他说没事 他说我不担心 我不担心你会骗我钱 他说那个你要是即便那天有事不去 他说你过几天去也没事 你看这个人就特好 昨天正好就是到了约定那天 他也没找我 然后哎呀 我翻半天才翻到他微信 我说那个铜灯啊 好像应该有好几个都没有用过 可是嘛 因为在车库里放着吧 都落灰了 但是他质量很好 是Ashley的那个铜灯 还有一个人呢 是那个买画 我也是过去上课 给他带过去的 然后他让他弟弟去取的 六个画 三十块钱 然后我又送给他两个画 好像是 反正一共 然后他都有点不相信的意思 他说八个画 三十块钱 我说是的 然后他说 那太好了 太好了 就是那个骨掌的那个 觉得只要我去的地方 我就不需要他们来过来了 因为毕竟这个邮费 都跟这个价钱差不多 然后是他弟弟来取的 然后取完了 没有动静了 隔了三天 他从内容说 呀我特别喜欢 特别好 然后那个很满意 然后他说 他弟弟刚给他送过去 哎呀 我说他喜欢 我也挺开心的 就是我也希望 就是我的东西 对方能喜欢 然后觉得花的值 这也是我很喜欢的事 有一个就是那个绿色的 那个玻璃瓶啊 就是不同造型的 就是那三个瓶子 其实吧 那三个瓶子 就是我之前 就是在我的那个 另外一个家里边 我就是在茶几上 摆在茶几上的 就是我觉得挺好看的 可是呢 就是好像就是喜欢的人 基本上没有 没有人喜欢 没有人问 突然间有一天 一个女的问我 说那个 哎你这个是干啥用的 我就把我家 那个茶几上的照片 发给她了 然后她说 哎呀好看好看 然后她说我要了 我也是给她带过去的 正好我也往那边去嘛 然后她去取的 那三个瓶子 我卖了28块钱 在现场 她说哇 这么大呀 她说那我都没想到 我以为很小的呢 因为确实挺大 因为我的 所有的视频都是大的 因为她那个瓶子 摆在那个地方吧 她有点艺术氛围 就是为啥别人不喜欢呢 就是别人可能 也不知道 那个东西干啥 而且会有的时候 会觉得玻璃瓶子 怎么会怎么样呢 因为我发现 就是老外家里头 或者是他们卖 卖家具的那个地方 会用那个东西装饰 我感觉很好看 所以我当年 就买了它装饰了 只不过我家现在呢 是以蓝色为主了 看呢 那个女的是个年轻人 难怪呢 她喜欢这个东西 可高兴了 她说哎呀真好 她说那个 比我想象的好 她给了我30块钱 哎呀 我没有零钱找给你啊 我一低头看到了 就是我有一个娃娃 蓝色的 我当时怕把瓶子 那个打碎 对嘛 然后我用那个娃娃挤在那儿的 她也怕打了嘛 我说那这个 把这个娃娃给你吧 她说哦那行了 那两块钱就不要了 那个人买灯的那个人 他主动给我多加两块钱 这个人呢 出乎意料的喜欢 这个东西很值 比他想象的好 也大 然后呢 少两块钱 你看也不行 他还是要要的 送了他一个娃娃 他说他不要那两块钱了 然后 他一回头又看到我那个一个袋子 一个口袋 就是那种 其实我还挺喜欢的 然后他说 那你把这个也给我吧 他说那个啥 他说我这个要不然怕打了 我用它拎着 不好拿 我想想 我说行吧 给你吧 其实我还挺喜欢的 那个黑白的 就是我去上课的时候 我喜欢拎着他 现在才感觉到 做销售 真是不容易 做销售的人 真是练就了一身本事 跟不同的人打交道 你看这次 我这么大张旗鼓的 一处理东西 当天就把手机摔坏了 损失了320块钱以外 我还把我喜欢的这个杯子 给弄打了 也就是那天 他们走了以后 然后我想 说喝点水吧 搞得口干舌燥的 结果 这手一滑 就把这个杯子打了 这又损失失误 就相当于 我这加起来 就是340块钱 第一天的卖货的钱 全部损失完毕 然后剩下这些 其实都不值钱 剩下这些能值个 剩下这些能卖个 一两百块钱顶天的 也就一百多块钱吧 这就是那个两个灯 你看这个是这样的 这不是挺好的两个灯 然后就是因为 他们都觉得高 其实呢 它高 它更适合放在玄关上 这个灯呢 其实绿色的 这个质感 我挺喜欢的 看 还是有一点点 那个裂纹漆的 其实它还是做旧的 其实这个灯 质感不错的 然后呢 因为就也是上边 那个小开关的 那个螺丝掉了 就是找不到 那个螺丝了 然后就 这就 没人要了嘛 然后我想着说 这个跟我这个画 这还有 因为这个画 有一点绿嘛 所以说我家这个 唯一的就这么两个 绿色的东西 在这个角落了 就是我就放这了 你看这个紫色 跟它画里面 也有一点紫 然后绿 我觉得他们这些 搭到一起 这色彩还挺好看的 我就给它搭到这了 画呢 原来是在那边 餐厅那个墙上 我随时可以摘下来 看 就这么搭上 这就是 我这人就是 不按常理出牌呀 这就等于是 随时的换换心情 换换颜色吧 没卖 因为我觉得 这两个灯啊 就很好 你说卖那么便宜啊 你说十块钱 相当于就是 不要钱一样 然后这么好的两个灯 有点太可惜了 还有一个小插曲啊 就是 我不是有那个 有几把椅子啊 那个有一把在外边 我就给拍了个照片 发到上面 发到群里了 然后有一个人 就感兴趣 他说他要买六把 过去的那种石木 做出来的那个 亚克细致了 包括那个 那个 那个座位上啊 石木它还磕出来 那种屁股的形状 多少钱呢 我记得好像是 八十块钱吧 六把 然后他说呢 你把这几个椅子 都给我 拍照片 拍视频 都落在那个角落上了 我得一个一个的拿出来 挺麻烦的 然后 就这功夫 然后他说 哎呀 我不要了 他说因为 你的椅子都坏了 然后 哎呀 我说哪坏了 他说你看 你拍那照片 呀 我一看 确实缺个秤 我 你说这么多年啊 我都没发现 我没趴底下看 所以说 恰好就是 我拍照片 那个就是缺的那把 那个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呢 这把确实是缺 我说不过就是其他的 我可以给你拿下来看 你可以那个啥 我可以便宜 说实话 我心里想着说 就是 那个啥 我再给你便宜20块钱 都没问题 因为占地方嘛 然后他说 我不要了 因为质量不好 呀 我就觉得可无语了 那质量可好了 说啥不要了 呀 因为就他一个人 对那椅子感兴趣 是因为他家有 然后他家那都坏了 你觉得那个坏了 你不要也行 或者是说 你价格上小七 你再给我压下去 20块钱 你甚至压30块钱都行 我其实就想给他拉走 说啥不要了 我发现这可有脾气了 所以啊 你说就 你可以遇到 就是这么一点事 你就遇到各种各样 想法思路 真的是差别太大了 就是你完全不能用 自己的想法 去想别人 的确是这样 这次越发的有感受 很有意思 我说那好吧 我说不要就不要了 我发现有一个 那个带扶手的 哎呀 我一看可喜欢了 我就想着说 我最后 我会把那个扶手的留下的 我觉得那种东西呢 就是你在家里边放一把 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 它会整个提升 你的那种 那个家居的那种味道 就属于像一个老物件一样 可以把它作为那样一种东西 不一定 因为做也很舒服 不一定就非得要做 只是你可以当成一个摆件一样 我就会把那个扶手的 那个我会留下的 总结这次活动啊 然后我就发现 我吧 不适合干销售 为啥呢 就是太认真了 因为你看啊 就是我在网上 第一波发完照片以后 然后差不多消化完以后呢 就不是剩下的东西吗 我就会又重新发的价格 就会更便宜 比第一批更便宜 然后呢 就是我因为那东西太多 我自己也记不住多少钱 然后到现场 他们来的时候呢 就是有的人呢 就说呀 这个这个这个我要了 然后你看看多少钱 其实啊 按理来说 那我就现场 估一个价格就行了 可是我呢 没有 我呢 就可认真了 我说哦 那你等等 然后 我就从手机上 去找 那个 我当初 就是 改过的那个 就是我当初挂 价格多少钱 我也记不住 改多少钱 我也记不住 我为什么 我就想要从 手机上去找 原来的那个价格 那个 我为什么要找 原来价格呢 是我担心 就是 因为 没有人要的时候 你心里头 没有那么高期待值 你会给他报的价格很低 可是人家到现场了 他上来就喜欢 然后就说了这几个 让我给他报个价格的时候 然后我就很担心 就是我给人家 现场报的价格 就本能的 会报的高 因为明显看出来 他喜欢 他要要 我就会本能的报的高 可是我之前 报的是多少钱 我又不知道 然后我就觉得 万一人家回家 再从往前一翻 呀 你看你之前 那个报那么低的价格 然后现在我买了 你报的价格高了 那觉得不合适吗 所以我就想着说 不行 我必须要找到那个 我改过的那个价格 给他重新算一下 这些东西多少钱 然后我可能还会再便宜一点 然后因为他买的多嘛 你说可傻了 然后 结果我手机不是摔坏了吗 我用我的备用手机里边 就没有那些图片 说还挺麻烦 然后我就说 把你手机那些图片给我 他说干啥 我说那个 我要看看原来的价格 他说原来价格 你还记不住吗 我说我记不住 我哪能记得住啊 他说你就直接报一个 就完了吗 我说不行 我说我万一报高了呢 晚上那人就乐了 那人说 行行行 他说我没见过你 这么实在的人 我估计那个人吧 也是那种大咧咧的人 他既然问我多少钱 说明他也不知道多少钱 说明他也没看多少钱 就是我跟他说多少钱 他就是多少钱 就是也没有必要去核实 可是我呢 这种认真的态度 把他给逗笑了 最后我看了多少钱 然后给他又便宜了五块钱 给他拿走了 然后他走了以后 我当时就是我很认真的 做这件事 我完全没有意识到很搞笑 但我没事 我回头总结总结 我这次卖东西的这个经验 哇 我自己总结到这儿 我笑了 我说怎么这么缺心眼呢 就是既然人家喜欢 人家卖东西都是随时涨价 这一看 哇 这个人喜欢 立刻就涨价 一看这个人不打精明 然后立刻就涨价 或者是一看这个人 这个好说话 立刻就涨价 这才是销售 你说我这个傻了巴基 竟然还要非得要去翻 原来的价格 你说我自己手机里没有 还要从人家手机里去翻 你说说我这个也太认真了 这可能与我是搞财务的 也有关系吧 就是职业病 就是什么东西不能差 这哪能挣差了呢 这价格报价不一样 这哪行呢 我发现我要是当销售 可能不是一个好销售 但是我估计我要是干销售 我应该是能有回头客的一个销售 我就是人家相信你实在 还有一个人 他特别的谨慎 特别的那个超谨慎 我一听我的手机铃声响了 我就一看外边 他来了 我就赶紧出去 把门打开了 把门打开以后呢 这个人呢 就那个不进来 然后就在那打电话 然后我就想着说 他可能是给别人打电话 因为我呢 不知道就是 他其实是给我打电话 我的手机就在屋里 我也没听见 他连续打了好几个电话 站了好几分钟也没有进来 然后我就站在门口 然后我就看着他 然后我说 我说进来呀 是你吗 我说是啊 他说我给你打电话呢 我说哦 我电话在屋里呢 我说我看到你过来了 我就过来给你开门了 他说那我要确认一下 是不是你 那个 我说哦那行那行 我又赶紧跑屋里拿着手机 他又重新拨了一下 站在我面前 然后手机铃声响了 他说哦 然后他放心进来了 哇 哎呀你说啊 这个你看这个 我心里可佩服了 我说看人家这警惕性 这警惕性真高 哦灯 他旋大 然后走了 他自己还嘟囔说 哎呀我白跑一趟 嘟嘟囔囔 哎呀 有意思 这就是我觉得有意思的事 就是我发现人生 确实需要不同的 做不同的体验 人家不是有个说法 说我要体验一百件 我过去没体验过的事情 我现在是没有一个具体目标 我现在呢 倒是很想做 我之前没做过的事 就包括 就是我前两天 穿那个特别艳丽的衣服 说实话 有人说 哎呀你的衣品越来越差了 怎么怎么样 哎呀我心里想着说 这就是每个人都不了解 别人是怎么想的 我从来没有试过 那种大面积的壮色 那么我就要试一下 想法就是要体验 体验不一样 所以我就挑战了一下 说实话 就是你穿一下 你留个纪念 没啥 我觉得挺好 就是我日后还会去 继续去尝试 我之前没有做过的 就是丰富我们的人生体验吧 这个体验很有意思 真的是很有意思 各种有趣的人 各种有趣的事 我现在可真是理解 那个做销售的人的感受了 做销售的人的确是不容易 很厉害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我又开始总结了 还有一件事 就是那个女的 给我留下很深刻印象 那个女的 当时她走的时候 旁边还有一个女的呢 在买东西 那个女的跟我说 她说她一定是混社会的 我就笑了 她说你看 她说你都说不卖的东西了 她还能给你买走 她说要是我的话就不行 我说我也是 的确在这点上 就是我现在知道了 就是很多时候 你以为没有希望的事 不一定 你去努力 你去尝试 它就变化了 对方就会改变 呀 这件事给我启发 就是这样的 就是很多的时候 我们再坚持一下 也许就成了 从这个女的身上 我意识到了 就她从我手里 买了这几件东西 都不是我想卖的 然后都被买走了 你看她都成功了 而且吧 我还不讨厌她 我还觉得挺可爱的 就那个劲儿挺有意思的 哦 那个女的还买了 我一个台灯 那个台灯 我特别喜欢 是一个金属的 肚子有点大 然后就是那个 凹凸的那种 然后那个造型的很现代 她是那些地下 所有灯里面 我最喜欢的 我就把它拿起来放那 然后那个女的就伤中了 非得要买 那个灯我是真不想卖 最后也被她抱走了 反正就是那次 她来的那一次 我卖的是最多的 卖了340块钱嘛 他们两个人走了以后 就是因为 她买的那几样 都不是我要卖的 从她身上学到的一点 坚持 然后想办法 就没有不可能的事 都没关系 然后再次复养 然后再次复养